荷芳哥他是腦中風導致在22號凌晨的時候昏迷走掉 那他之前有相關的跡象嗎? 沒有,其實還好 他只有之前有胸悶 然後那時候3月份的時候說要去看醫生 看出來的報告怎樣也沒聽到講 然後後續的告別是跟追到的部分 因為荷芳哥有很多Channel的朋友 我們可不可以討論以後在荷芳哥的FV上面去Buff嗎? 我跟著看看 咋做到的狀況 我真正在看 咋做到的狀況 聽到的狀況